甚至乎不得知了 還有匈牙利總領事館 都是在這裡 廣州華僑博物館 是一個免費博物館 不過跟很多博物館一樣 都是周一閉館 這邊就是海珠橋 一覽無遺 傘當然也有 前面這位勇士 厲害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紫航路 話說今天準備打颱風 但好像沒甚麼下雨 颱風其實是未登陸的 颱風泰里好像叫做 我們現在又來這邊拍攝 第一個地方是 觀眾曾經住過的一個地方 當然是光塌路 快來打颱風的好處就是這樣 不是太熱的 現在的氣溫就低了 30度都沒有 只有29攝氏度而已 挺舒服的 還有今天的天氣預報 猛暗都說有下雨、少雨 但一直說一直都未下降 正所謂怕它來又怕它亂來 就是這樣 不知道何時來 但是又怕它來到的時候 就亂來 看來這個風它不會吹歪了 不過應該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它已經令到廣州帶來很大的暴雨 所以我就偷懶 或者要做足預案 先拍另一條影片 我們會在前面往左轉的 去到光塌路 我查過手機電話地圖 已經不是太難找的一個地方 相信應該找得到 至於來到這裏 最近的地鐵站 就是西門口地鐵站 我想節泰廣場 大家可能都應該有聽聞過 反方向的 如果是去到另外一個方向 就可以去到那兩大寺廟 應該是光孝寺和陸用寺 希望我沒有記錯 來到紫航路這個路口 我們就往左轉 就已經是光塌路了 根據地圖顯示 應該就在斜對面 看看是否 搞錯 應該繼續往前走才對 這裏是越秀老城區 看見樹木 大家都看到 又不是搖晃得很厲害 其實他們的街道或環圍 都會做好預防措施 但這邊的樹可能生亦比較牢固 它就不會擔心境界線 先頭我在環市路過來時 有部份已經擔心境界線 做好準備 聽說今晚來 我看見我們這個頻道的觀眾 應該對颱風這件事 都不會很陌生 可能有些移居了海外 即美國、加拿大的觀眾 可能就會有一點陌生 如果香港或者本地的觀眾 應該對颱風都不算陌生 我非常記得 我們公司以前有一個實習生 它是來自西安市隔壁 應該叫寶雞市 他說第一次見到颱風 嚇得不得了 就好像我們從來都未見過落雪的人 我見過在地上有雪那種 見過兩次 落雪那種我真的未見過 大概就是這樣 好 觀眾要找的地方 應該就是在前面 我現在未走到未見到 我猜會不會是前面鑰匙的位置 我記得之前和老婆經過的 老實說那時還是疫情期間 真的只敢在附近走走那種 當時經過見到前面 以前是一個餅舖 很露自豪那種 然後看著它沒有做 然後變成了配鑰匙 但我不記得現在是否還在賣餅 還是配鑰匙 沒錯了 餅舖已經沒有了 就是前面 就是這個位置 我先頭所說的沒有了那間餅舖 就是這個位置 至於旁邊就是賣鑰匙 至於觀眾要找的地方應該是這裡 這裡已經寫著了 宜樂里社區幾個字 下面還有要甲里 這個地方是很有故事的 宜樂里應該就在這裡走進來 觀眾要找的是1號地下 即是面前這裡 我猜會不會是這間屋 因為我們看到那裡已經有樓梯上去 樓梯上去當然不會是1號 至於這裡也不排除 我更有理由相信 可能會是左邊這間屋 但現在變成了一個沒有用的商鋪 不作使用的 搞錯就搞錯 原來這裡是要夾你 我們再找一找 我先頭在這裡看了兩眼 雖然找不到 但這裡的屋很特別 四層樓高 石米外牆的 通常石米外牆都是五、六十年代 這裡是6號 但門牆上面是寫著光塔路的 我有理由相信會不會在這裡過去呢 我們走兩步看看再說吧 應該在前面 我猜會不會在這個方向呢 但是我看不到有路走進去 讓我在前面走過去看看 這裡還是遙甲里16號 打颱風的天氣就是這樣 那些風一陣一陣一陣又沒有 一陣又有 來到現在又好像大風了些 那會不會在這裡進去呢 讓我看看 都不是都還是遙甲里 可能我要換那個方向才行 我走了一段時間 好像不太對 不如我出回大路吧 因為我先頭都大安旨意 想著那裡寫著 宜樂里三個字 那就是了 我從這裡走出去 往左轉 看看找不找得到的 看看我還記不記得 要甲里是甚麼意思 要甲里是阿拉伯文 好像是叫做 中文意思好像叫做 隔離那條小巷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都成年之前的事 可能記錯 我們進來這裡 這裡是馬路巷來的 光塔路馬路巷 真是不知道對不對 希望地圖有幫到手 我嘗試在前面那裡 看看轉進去找不找得到 觀眾還說容易 令我滿心歡喜 這裡有一條小路 但又不像巷 對呀 上邊我還看到門牌 是寫著馬路五行的 而且這裡已經 條路通不得到的了 嗯 怎麼辦呢 不如我走外邊條路出去 在光輝 這裡 光輝木營那裡 走進去 看看找不找到 非常幸運地 先頭我就問過那群 風雨不改 在這裡打牌的阿姨 調了路 很容易找東西 在塔那裡進去 阿姨說 這樣就容易找得到 終於我再問過路人了 現在就終於找到了 因為現在這裡 1號地下 就直接找到了 就叫做 如秀區光踏街 宜樂里社區 居委會 原來已經變成居委會 在這裡走去 還要1分鐘 往前走少少 應該就會到的 就是面前這個位置 沒錯 移樂里 地圖遠景 有時都不太相信 看看 1號地下 應該往前走少少 就是面前這個位置 一刻一步之遙 就已經可以出到光塔路了 可以看到兩層樓高 上邊有天台 但亦都不排除 可能是右邊這一間 這邊是之一 這邊也是1號 總之兩間都拍光 上邊還有兩層樓高 還有樓底是超高的 樹木是夠多的 在如秀區的行車來說 這條行車算得頗闊 上邊是尖頂的 不排除 會否是因為很近 懷勝故事 有些異域的風格 不得而知 而且我還看到窗 是木窗 至於右邊這裡 已經改造過 至於電線 水渠各種當然也改造過 我嘗試一下 在警務室這裡穿進去 看看有什麼看 就是這裡 這裡是有樓梯級上的 這裡有樓梯級上的 這裡甚至乎有可能 是現觀眾曾經住過的地方 都不出奇 不過門牌 我是看不到的 我們再換個角度看下 上面還有一個排氣渠 炒菜的煙 然後這裡還有幾粒 應該是用來浪衫的 但沒有用 可能打風 不知道 至於這裡又有一個門 都是看不到門牌 有人住的 上面也看到寫著 是宜樂里1號 有幾級樓梯上去 至於觀眾曾經住過哪間 我不知道 因為1號是有很多火人的 我們換個角度 看不看得到 只能來到這個角度 居住環境 老實說 現在都不算太好 始終是老城區 如果換著是以前的 我想都頗辛苦 尤其附近老城區 環路樹木夠高 再換個角度看 都頗大 可能以前是大戶人家 不足為奇 至於旁邊這裡 就是先頭我所說的街道 再一步之遙出去 就是光塔路 至於在宜樂里1號 對著這裡 就是維新里 然後如果再往裡面走 已經是走不了的了 好 希望我的答案 觀眾能夠滿足得到 接到下一個環節 我就會回到石室這裡 其實在去年的影片 我也曾經說過 在光塔附近 或者西門口地熱站周邊 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伊斯蘭教方面回教的寺廟 的聖寺 然後回到西門口 又會有 你終於記得 又會有陸容寺和光孝寺 然後其實那邊還有一個教堂 最後包括我們現在準備去的 舊步前那裡是大名鼎鼎石室 甚至乎再不夠 走遠一點走回到衛福路 這裡還有五陽仙冠 很厲害 如果想去五陽仙冠 很近的 仙輪行就是了 不過今天我們不去 我們在這裡過去 走過去通往日德路的方向 我們會走回海珠路 去這裡再跟大家慢慢說 好 經過十多分鐘的步行 我就終於回到一德路附近了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叫三虎前 繼續往前走就是舊步前的了 要去找另外一位觀眾要找的地方 好 應該在這個方向穿過去就可以去得到的了 因為之前我也曾經來過一次 又是幫觀眾找他曾經住過的地方 不過那次又失敗了 今次希望成功 又是漁首區舊街舊行 在前面往左轉 作為遊客的你們 這些小行小街應該就不能進來 但是石室大家應該就可能會去的 我們看完石室之後 會再去海珠廣場那邊 有一個新開的商場 聽說很好玩的 我們先走完這裡 我們面前這裏就是賣麻街 然後面前這裏就是舊步前65號 觀眾要找的地方就是49號 極有理由相信就在這一行路 讓我走到前面看看 至於前面往左轉就已經是石室教堂了 現在石室教堂已經開放了 再來已經是53號 相信應該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51號沒有錯 正順賣椰子這個地方就是49號 在西線街旁 現在可能比較近旅遊區吧 現在變了賣椰子 大椰子、小椰子都是有的 賣一些汽水 將鏡頭看上去上面 就1、2、3 我看不到幾層樓 有四層樓高 也很高 觀眾沒有說他住幾樓 現在變了賣椰子 再換一個角度 看看這間屋 又好像先頭 我們上一次先田 幫觀眾找屋的地方一樣 很大間 這個角度看清楚 有四層樓高 窗口是比較新淨 是有金屬的窗口 在西線街這裡 看進去 如果說舊墓前 應該在越秀區住過的老街坊 應該都不會陌生 因為這附近有一間很出名的校舊 叫做舊墓前小學 如果說到石室 就更加不陌生 因為我想全國的人民都知道石室教堂這回事 在這裏的 46號就是這樣 因為裏面的領域已經在盲望著我 在研究我做甚麼 所以都不必了 或者我們在西線街這裡走進去 看看是否看到不同的角度 就是裏面這裏 就是先頭我所說 49號是很大的一間屋 有部分可能上邊已經出租做倉庫 因為附近很多批發市場 賣海味各種都有 不足為奇的 還有這些燈 挺古舊的感覺 然後在這裏看得到 它的水渠已經重新翻新過 後面還看到 還有一些木的窗戶 至於我們面前這裏 就是大名鼎鼎的石室聖心大教堂 它現在已經開放了 不過五點鐘就會關門 如果各位觀眾想回來參觀的話 調好時間就可以了 應該所有人客都出來了 還有部分出來了 不過再來這個已經是修改好了 之前好像在五一節的時候 很不幸 接下來這個時候 我就往回海豬廣場的方向 去看新的商場 我也想去很久 叫聲環廣場 順便很多餐廳 而且據說有部分新開張 所以有很多特價 早上有很多叔叔在喝茶 空間很無法打操 還有別人喜歡廿炮 你是天然快 優惠 而且還是可待 光雖然都要好 我正在興環廣場 夜唉現場 太多妖然 而甚至能來 是咖啡廣場 下面其实已经是地质站 最近的地质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走过去 大家应该都看不到华夏大酒店在哪 华夏大酒店下面 就有得坐巴士去香港和澳门 在这里有什么食物呢? 有很多餐厅 而且他们主打超长营业 比如说下面这些相对比较年轻人的餐厅 又或者是健身房做到凌晨 而且他们的发展商是这个 然而香港的地产发展商 肯定就会有这些饭餐店 甚至乎不得之了 还有匈牙利总领事馆都是在这里 这个商场应该是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修建了 一路一路到大概是疫情之后 农艺新年之后 小小时间就开张了 有很多食物的年轻人的食物 比如说火锅店 又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餐厅 再来有一个旅游推荐给大家 前边见到绿色咖啡店 那里不是有一块牌 在那里转过去 再走前一点 就有一个博物馆 去到给大家看看 就是面前这个 廣州华侨博物馆 它是一个免费的博物馆 不过跟很多博物馆一样 都是周一币馆 它是由早上8点半开始开门迎客 只要你带齐你的旅游证件 就可以进入了 具体位置在哪里 将镜头一转过来 这里就是海珠桥 并不是很多 而且它还要是私人发展 就不像一些国企用地来发展 这个商场是可以自己行的 现在我就带大家上去看看 今晚的晚餐 我亦都会在这里解决 据说这里会有很多餐厅 我上去逛一逛 看看有什么好食物 首先一来看到的 当然是一堆咖啡店 前面还有几间 后面也有一间 不是只有这间 去到周末的时候 这里还会有雜市 不过今天因为可能打风的原因 它们是切了牆 这里也挺好玩 而且近大厦旁边 其实不会太热 第一它会帮你遮住太阳 第二 其实里面有些冷气滲出来 不会太辛苦 不知我们回到友谊广场那些 一来到 你就看到有很多餐厅 而且不是那些很大路那种的 例如右下角的日本料理 这个分店并不多 孙菜宇肯定会有 再来这个首家光景地标店 如果我没有搞错 它们现在是在做一个特价 所以早上很多人都喝完 这一个餐厅很重要 我吃过一次 一买单就会吓死人 不过幸运我父亲会费 环境极好 再来 还有光景露台西餐厅 只得看 没用的 我们上去看看 首先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快餐店 今晚我一定不会在这里吃晚餐 再来 这里其实是上去写字 一个地方 因为始终都是新开的商场 你会见到相对店铺没有开得那么多 是艺术正常的 每一层都有部分餐厅有开的 我会一路上一路上 有餐厅再和大家介绍的 上边我已经见到有一家 这一层我会见到很多 但未开门的餐厅 譬如说这里 熙京京新京菜 新京菜这三个字是很值钱很贵的 再来前边还有客家菜 鹽焗鸡客家菜一定是首选最好的 再来这里还可以近距离见到解放桥 那你说会不会只做个样子 如果是其他发展商都不出奇 就是贴的 全世界最大的牌子 不过始终香港发展商是有些信心的 遲些可能会更为热 我们先走走 比如这个它还装修中的 这个38度米饭做的寿司 对面还有一个画廊 我知道最容易闹的地方是七楼 又或者前边这里仍有一个森林空间 不过似乎还在做 又或者旁边这个椰子鸡煲 我一直想让它开门 我想我要抓老婆来试一下 如果大家不想像我这样慢慢走 其实是可以坐升级上去的 不过我想看看每一层都有什么吃 我暂时在这里 它是每一层 将它的餐厅分到每一层 比如说这里又有点都可以 太二酸菜雨在五楼 我现在在三楼 客雨在这一层 不如上多两层再说 上去七楼 好 就是这里了 我们会出去外边露台 然后我先留一直在说和苑 就是这里了 今天肯定不会去的 我一个人没有理由去和苑 那么阔却 好 原来就是这里了 哇 那么近距离 可以看到海珠桥 真的不同角度 这边就是海珠桥 哇 一览无畏 珠江河的美景 然后这边 就已经是解放桥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和苑 就是在里面 如果你有美景的话 是可以真的看到珠江河的 至于这边 就有很多游客在这里 飽浪美景 很棒 原先我是有想着上来 是我计划之中的 当然我未上过来 我不知道什么样子 第二 打台风会不会不让开放呢 还好一切如愿 这里过去拍一张美景 很棒 好 好了 该看看过了 我的畏高症状法 不敢看太久了 我们现在就去吃东西 我们下一楼吃东西 先头我畏高症状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餐厅 它派一些气球给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 又拿一些气球上去玩 然后被风吹走了 我就很害怕 所以回来 就是这样 至于这层 好像都不是开得很多 对面这里有个日式料理 是吃那些烧鸟的 那些沙鱼沙鱼 甚至乎已经开始要等位了 把镜头转过来这边 先头我还以为它是一个做尖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德国餐厅 叫做海森堡 可能因为他们引进来的餐厅 比较有特色 不是那么大路 所以即使有这么多餐厅 未开门的前提之下 都其实有多大流量 老实说我走了这段时间 两成都没有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那些店铺是会开的 因为相信已经签了合约了 真的很多劲东西了 在前面这个 这个不是未开的 这个是已经开张了迎客的 怎么都行 对于他们来说 是有很多众说纷纹的 有些人又说不可以代表广州人 有些人又说其实都可以 那我见仁见智 但是两件事 第一他坐的确实是比较舒服 和服务响应是比较快的 第二 我有个叔叔在香港 香港人他都很喜欢他 怎样都可以的 他吃东西很严谨的 这些餐厅也不算太多 不过我都知道这个餐厅价格 不是太便宜的 很好吃饭 比如说这些三人套餐 368元 二人套餐238元 甚至乎你有全日早午餐都有 很厉害 那我就点了一个 我呢 我呢 我是在这里点了一个餐的 来到大大去看看 是 紫园烤土耳其 吃饭98元 又或者这个 二百七十日谷子 安格斯牛扒198元 甚至乎 和牛小汉堡98元 这个餐厅一直都是我想来的 我都知道他们 价格不是太便宜的 比如说这个香辣鸡翅 45元 至于我呢 就选了这个 单人套餐88元 就是这样的了 然后呢 还有夜饮的 另外不得不提的呢 就是现在终于发黄语了 在这里见到 现在已经变成是中午了 刚刚才发出了 黄色暴雨警告 不知道在这里看不到呢 就是这个了 我们都是在手里电话看的 这个是广东电视台 在海宁岛拍摄的 应该是中午时份的 还有呢 我和女儿是想去海宁岛的 不过好在一 我的食物到了 哇很多料啊 先看看它有些什么 首先呢 上面这些是顶 来的 我问过上菜的哥哥 上面这些我猜是 柠檬椅 然后有柔鱼的 柔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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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 这个是什么菜呢 这个是 看不出是什么菜 还有 下面还有一些 蕃茄 还有一些 蕃茄 基本上我认得出的就是这么多 然后这些是 烤过的 下面这里有一些 我暂时未吃得出来 实在太丰富了 是不是用饼夹着吃的呢 夹着鱿鱼吃 看来也算是正宗的西餐 看来也算是比较正宗的西餐 对 鱼更热 这个鱼很厉害 够大 又够腍 哇 我想这一餐真的很健康 还有这么多蔬菜 还有这个应该是 鹰嘴豆 这个 这个 看 再加上 我还单手拿着西面的 吃这一餐 真是很辣 怎么说呢 18元又做得起这个价钱 这么丰富 而且呢 还有夜饮 至于呢 其他餐呢 我又不太懂 因为经常吃月菜嘛 真是什么都有 试试这个 但至于你说呢 夹不夹呢 我又觉得 可能我真的吃得少 它鱿鱼是很容易切开的 不过 不过 继续吃吧 看图片呢 这个餐 和它的图片 其实真的相符 不过 有很多东西呢 除了那个 章鱼以外 其他我都吃不出什么 番茄 所以我再看 上面 是地中海风味的沙拉 章鱼配 雕草 我估计 应该是 这个 我估计 应该是 地中海风味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叫做 加入了 脂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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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塔饼 因为它没有词英文 我都不知道什么 而且它上面说 有微味辣感 这也是的 不得不提 就是这个酱 这个酱里面竟然还有猪肉 应该是这样吃 应该是这样吃 是否应该是这样吃 这样吃 然后呢 再吃一个 很清新的番茄 我想这个 没有吃了 这个我估计是茄子 来的 下边的酱汁 真的有点辣 好了 我慢慢吃 吃完之后 再带大家去附近走 看看五尊的海珠是怎样 正所谓 不怕它不来 最怕它乱来 现在终于来了 倾盘大雨 我一吃完饭 我现在走到对面坐地铁 幸好我就是这样的 有这个 傘当然也有 前面这位勇士 很厉害 老实说 有傘也没什么用 这些就是台风雨 那些风吹到 你身上都会湿透 比如前面 这位美女 那样 我们广东人 都是很聪明的 你知道下雨 是会穿上一对 不怕水的鞋 都没办法 还好地铁站在这边 这边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 这个水平 也会有很多水平 都会穿上一对鞋 那些水平 都会穿上一对鞋 那些水平 也会穿上一对鞋 那些水平 也会穿上一对鞋 那些水平 也会穿上一对鞋 那些水平 那些水平 也会穿上每个水平 那些水平 它就会穿上一对鞋 雪在鞋 还会穿上一对鞋 每个地方都是三对鞋 也可以送上一对鞋 让鞋 美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